大家好,我是Tris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星期五凌晨,欧洲联第3圈首回合激战连场 当中彭纳典奈高斯会主场迎战阿迪士 这场比赛尤为令人关注 虽然两队上一圈都以双杀对手来到晋级 但双方以往在欧战比赛交手上,阿迪士是赢多输少 加上他们目前状态大涌 所以主队彭纳典奈高斯今仗有机会主场失离 说回彭纳典奈高斯 上季以希昭的第4名元杰赛季最终获得欧洲联资格 亦是球队连续第三季征战欧战 但需要在外围赛打起 他们想要进入正式比赛都不容易 第二圈要面对实力一般的保迪夫 彭纳典奈高斯并未受到很大的挑战 最终两回合,总比分6比1,轻松晋级 前锋哲利美杰夫贡献3个入球 成为球队晋级的头号公审 但他们第3圈的对手就是实力超群的亚迹斯 双方以往在欧战比赛上5次交手 彭纳典奈高斯只是人一场输4场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场对决就是1971年的欧冠联决赛 当时彭纳典奈高斯是0比2输给亚迹斯 核居亚军 亦是队史在欧战比赛上的最佳成绩 考虑到彭纳典奈高斯整体实力不如亚迹斯 同时欧战经验亦有输涉 所以金仗彭纳典奈高斯输球亦不出奇 另一边平心而论 亚迹斯出现在欧洲联赛场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始终他们以往都是欧固联的上坎 但自从2月23赛季开始 这支河甲斑白就陷入动荡 上季甚至一度沦为联赛包尾分子 最喜欢第五名远结赛季 而在欧赛期 亚迹斯请来前奈斯主席法里奥利大队 这位少帅为球队注入新力量 在他们下季备战和今季欧洲联第2圈的表现来看 首先是会欧赛5战赢4场 其次是欧洲联第2圈两回合双杀 和获得那 目前保持6年性 期间德塞球比13比3 攻守兼比 随着哈图、简尼夫泰来和亚克邦这些主力流队 以及贝查特泰奥利再次加盟 法里奥利辉客的压迹时 復兴前景算是一片明朗 所以今奖他们是有力激大彭牙典内高斯 延续强劲的表现 立即下载M直播 无论何时何地 犹如置身现场 看尽足球 籃球赛事 jeans 爹 オ羚子 亨 爹 爹 爹 sor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